其實這個事情從11月2號 就那個微博實名字的時候 瞬間引發大家的關注 然後接著他就消失了 20分鐘 20分鐘就通通沒有了 對 然後可是接下來20天 他也都消失了 到11月18號的時候 突然由中國官媒 先是釋放一張一封 號稱是彭帥寫的email 然後裡面說我很平安 然後很多網友就笑說 這種很像是被綁架的人 打電話回去說 我很平安的那個概念 再來就是國際所有的團體在聲援 不過大家現在比較比較的是說 國際奧會跟WTA的力道不同 WTA叫做女子職業網球協會 過去也曾經在台灣辦過比賽 這次國際奧會雖然也有聲援 但是就像剛剛說的 因為東奧的問題 所以他聲援的力道 其實外界認為沒有那麼強 尤其是那一場視訊的照片 視訊號稱30分鐘 但是居然只有一張照片出來 大家會認為說是不是巴赫在配合北京 在背書說彭帥是安全的等等的 只是為了壓低現在的這些質疑的爭論 可是WTA是完全不買帳的 他是不買帳 他甚至說如果沒有調查 如果彭帥沒有出面跟WTA接觸的話 他們寧可退出中國市場 那這個代表什麼有分析這個體育界的專家也說 是代表說其實過去中國市場一直以就是說 金錢這件事情來讓很多體育界 國外的這些歐美的體育界人士低頭 不去去干涉中國的內政 這一招失靈了 金錢的這一招失靈了 為什麼 因為去年一整年 然後因為疫情 包括今年 中國取消了很多國際賽事 也讓很多這種國際賽事的團體 開始去體認到說 其實沒有中國市場 我們也活得下去 過去沒有這幾億美金 我們也活得下去 所以這次WTA這麼強硬 也被人家認為說 其實他們已經評估過了 沒有中國市場 他們也活得下去 可是在臺灣的我其實一直不能理解 就是中國大陸的這個處理方法 因為要我的話 我就會覺得把張高麗 這個已經退下來了 就抓出來調查就好了 就抓出來調查就好 就可以平息很多聲量 可是現在一直去控制 就是這個彭帥的這個足跡 或是說他的這個身影 我覺得這個只是讓事情越鬧越大而已 嗯 尾翰就是說為什麼 現在是IOC嘛 就是國家奧林匹克委員會的這個 等於是這個總裁去通電話 去視訊了 那為什麼他 因為最早出來跳球的關係是WTA 是女子網賽 因為他們是屬於女子網球賽的 這個成員吧 比賽是WTA在辦嘛 那為什麼WTA來聯絡 不是比較能夠這個徵信嗎 比較能夠取信於人嗎 所以重點就在這裡了 這為什麼我們剛剛看到國際上面 這麼多的異界領袖 還有各國的這些政要們 他們都對這一個IOC所發出的照片 我再強調一次是照片 雖然他是有三十分鐘的視訊 你看他視訊我把他放大 大家看一下 那個康哥我這裡有照這個照片 你看他同時還有另外跟三個人視訊 有沒有一二三四 然後國教會主席巴赫 所以加起來應該是五個人同時在視訊 怎麼樣才能解決你知道嗎 三十分鐘通通四出 就是沒有 直接讓彭帥透過視訊的方式 還有國際奧會主席 然後讓國際的記者對他提問 你是怎麼回事 十一月二號的po文是你寫的嗎 你這段時間這十八天 有沒有被控制人身自由 你有沒有被強迫 都問了問題 他親自回答 然後還看他神色是不是 是不是非常自若 還是旁邊有人挾持著他 這是沒有那麼容易了的 我知道現在看我們節目的大陸 網友會覺得很無聊 已經連續四天跑去吃飯 又有影片都已經公佈了 對 那個影片是大陸的影片 現在是國際跟彭帥聯繫的 就是這一張照片 那你明明IOC的主席 你跟他都視訊了半個小時 但是你卻只給了一張照片 這大家會質疑 其實坦白講 因為國際奧會最近這兩年 也算是這個運勢多傳 你東京奧運又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很希望明年的 冬季的北京奧運 是能夠好好舉辦的 所以看起來急的是奧會 那看起來急的是北京 因為大陸希望說 我也不要說很多運動員都抵制 所以等於是北京跟奧會 同時希望彭帥出來跟大家說明 可是又只給照片 所以就難度悠悠之口